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线上作品集 Online Portfolio 线上作品集可以让潜在于雇主、客户或厂商 更详细地了解你的工作、作品或个人的独特性 特别适合用以视觉呈现很重要的职业 如平面设计、摄影、室内设计、建筑、彩妆、服装设计等 今天我们会用Hazing和Canva来制作我们的作品集网站 来到这个网站、Canva的网站点一下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呢 那同样的你也是要注册一个户口 或者是你可以用Google或者是Facebook来Sign Up也是可以 在这里呢,你打Online Portfolio 然后选择这个Template,换本 如果你用的是正体、繁体台湾版或者是香港版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打上线上作品集 这个RM呢就是马币 那如果你在台湾呢就是台币或者是香港的港币 有这个皇冠的呢就是如果你用的是Canva Pro Account 那你就不需要再付费 那如果你用的是免费的版本Canva免费版本 那这个呢是不能用的 这些线上作品集里呢有很多不同的领域的范本 或者是不同的专页 这里呢就有摄影的 摩托儿的 平面设计的 等等 你可以在这里选一个你自己要的范本 或者是你可以点这个 空白的然后自己设计一个出来也是可以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希望你可以订阅和给这个影片点赞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的频道成长了 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你还可以在这里呢 打上你要搜索的这个范本 那我打上Fashion Design 这个范本里面呢就有七个页面 如果你要添加第二页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呢点这个 Add page 然后点这个你要添加的页面 如果你用的是开话的免费版本 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严肃是要付费的 比如说这个你点出去 你就会看到这个water marks 那如果你不想付费 那你就把它删掉 你可以点这个严肃 然后呢搜寻可以替代它的元素 这里有很多元素的颜色都是可以更改的哦 比方说这个 点这个调色盘 那就会看到这个文件的颜色就会出现在这边 你可以选择这个颜色 点这个上传 点这边 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图片或照片上传到这里来 然后再把图片拉到这个框里面 点两下这个框 就可以调整这个框里面的这张照片了 至于文字呢 你只要点这边 然后再把字打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增添文字 那你就点一下这个文字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新增标题 或者是这个新增副标题 或者是这个新增少量内容 然后再把字打在这里 你可以把你的电子邮件的链接呢 放到这里来 点这个电子邮件 然后点这个三点的按钮 点这个link链接 然后把你的电子邮件的地址放到这里来 现在这里有一条线嘛 下面那你如果你不要这条线的话 那你就点一下这个 如果你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 你想把YouTube的影片 的链接放进来也可以哦 点这个图片 点这个三点的按钮 点这个链接 然后来到你的YouTube频道 点这个三点的按钮 点share 点这个布置 然后把它粘贴在这边 你把你的作品集都搞定了之后呢 那你就点这个分享 然后来到这边 然后点这个显示更多 接下来点这个网站 这里你可以选择这个网站的风格 如果你要把你的作品集的链接放到你的履历表上 那或者说你想让厂商 如果你有合作的厂商那你想让人家更详细的 了解你的作品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卷动 就是这个 具有 自插效果的 单页网站 然后点开启网站 你的线上作品集就完成了 完成了 这个呢就是可以点击的链接 点一点这个图片 就会来到了你的频道 我们选择的网站风格是卷动嘛 所以人家一来到你的这个作品集网站就会有这个视差的效果了 你把网站的链接 固制起来 然后再分享出去就行了 现在我们来看如何把这个作品集做成线上手办书 那你点一下这个分享 点这个显示更多 然后在这里呢打上 Hazing H-E-Y Z-I-N-E 点这个 点这个 这个Hazing 我在我之前的影片里已经分享过了如何用hazing来制作手饭书 我就不重复了 你可以点一点这个视频来观看这支影片